谈点那些年用的几巴橡皮擦 爆米花橡皮擦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真的爆米花 个头小小的还可以给铅笔戴个帽子 写错了随时可以擦掉 上课的时候不小心把爆米花撒了出来 结果被老师看到 上课不好好挺客吃爆米花 把教室当店用鸳了啊 这么多爆米花分给翠花二狗子他们 晚上在一起看个恐怖片 昨日橡皮擦 篮球 足球 冰糖球 我最擅长的是篮球 也看我是个女生 和二狗子比可是不相上下 这个足球长得还挺有模有样的 这怎么开花了 被我轻轻一捏 足球一下子被我分成了六朵小花 推好后就又变回足球了 下面给大家表演一段踢足球 乒乓球可是个技术活 没有点眼力镜根本打不了 所以打球到底是用黑色面还是红色面 还有这么小的乒乓球是生怕我看见它吗 这三种球你就擅长哪一个呢 评论区告诉我 肥皂橡皮擦 把肥皂做成橡皮擦也是没谁了 撕开来瞅瞅 看看是不是和真的肥皂一模一样 看上面的纹路确实很像真的 而且还是迷你版 简直和妈妈用的肥皂长得一模一样 看着挺稀奇 但是真的好用吗 拿在手里像块佳皮一样 擦得不是很干净 但掉线少是真的 捏起来软软的 等得掰都掰不断 随意揉捏都不会变形 一般人都用肥皂来洗衣服 不我却用肥皂来擦错别字 隔壁家小孩听了 那不都得缠哭啊 积木橡皮擦 这款橡皮拿去教室 班上的小男生都得围着你转 下课无聊了 可以叫上二狗子一起玩积木 逼逼看谁拼的最好 虽然颜色多 但是形状就只有这几样 除了拼小车 我真不知道还能拼啥了 擦字很干净 如果觉得太小 可以拼成一个大的橡皮擦 拿着顺手擦得也更干净些 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 也不用担心会弄丢 一包有这么多 根本用不完 甜品橡皮擦 橡皮不仅要好看 而且要特别 一整块可以用很久 一个有六种甜食 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这款彩色风车 站起来我眼都花了 但是切开来也非常好看 冰淇淋和雪糕必须安排上 切成一片片的 真是太解压了 这么好看的橡皮擦 真不舍得用 擦一次就磨一次大伤口 心疼死我了 炸鸡橡皮擦 最后一款橡皮擦 可是我的最爱 因为它和炸鸡 长得一模一样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炸鸡迷你款吗 不仅有鸡腿 还有鸡翅和翅根呢 拿到教室去 二狗子绝对口水直下3000尺 因为它的凹凸不平 所以擦起字来很干净 写作业用它来改错别字 心情都会变好 不说了 今天肯德基疯狂 星期四 我要去买炸鸡了 这些橡皮擦 你都用过哪一款